由于有驾驶人向市议员联恩典陈勤 在八读火车站前 是否可以仿效中山一二路 在最外侧设置回转区 方便汽机车回转往市中心区的方向呢 联恩典特地在邀请市政府交通处 公务处以及警察局交通队等相关单位办理会刊 不过因为路幅狭小 没有办法设置回转区 因此联恩典也提醒驾驶人 在这个路口车辆 目前只能左转进入巷道里面 不能回转 再加上有科技执法的措施 紧盯违规回转 请民众要特别注意 避免受罚伤了荷包 因为我们再一次又来到八读火车站 跟八南里的里长陈碧琴 一起来这里再做一次的会刊 那重点就是八读火车站前面的红绿灯 是能左转但是不能回转 那最近科技执法又装上去了 那我想很多的民众也接到了很多的罚单 也抱怨连连 那恩典今天来这里和这个交通处 以及再一次的来讨论 我们在新的这个政府上任之后 是不是针对这个路口要再详细的再去计划 能够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是要把这个车道再加宽 还是在目前的这个车道不够宽的情况下 那会造成车祸要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我想在这个还没有解决问题之前 我也请这个各位我们用路人 目前这个路口确定是只能左转不能回转 那科技执法也已经开始了 所以为了荷包恩典再一次在这里也呼吁大家 在还没有新的政府还没有改正之前 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这个规则 免得我们这个荷包失血 联恩典希望新的市政府可以再想想办法突破困难 在这里规划兼顾安全和便利的回转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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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